你们也是第一次来 我就多介绍一下 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叫做落代古镇 它最早 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有化了 可谓是历史非常悠久 这古镇其实是在 成都的龙泉山 咱们现在在的这条街 也是一条千年老街 保存得非常完好 这条街呢 也是呈现出来了 一街七巷子的一个格局 而且是属于非常明显的 明清建筑风格 那为什么叫落代古镇呢 据说呀 当年刘善把自己的腰带 落在了这儿 所以就取了一个谐音 叫做落代古镇 这样啊 原来如此啊 你看小龙总多厉害是不是 是不是阿姨 咱们要再往前走啊 就到了落代会馆 有很多什么广东会馆 江西会馆都在这边 要不这样 是不是阿姨 咱们就在这儿 我给您合个眼儿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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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领带都好了没 我都太好了 就在这儿这儿吗 干嘛 干嘛呀 你这往前走吧 要不然什么都能灌完啊 妈 小龙总 你下午不是还有个会吗 你来不来得及啊 要不就先 先去 会耽误吗 哦 好 那个 对 我下午去是有个会 那这样 叔叔阿姨 你们先逛吧 等你们逛完了 我过来接你们 不 不 不 干嘛呀 这么麻烦 是吧 那个 我们自己逛逛就行了 那好好 那工作要紧啊 你不用管我们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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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